你对自己的人生或是现在的处境感到不满意吗 让我们共同向她学习 这名小女孩叫做惠莲 她今年12岁 那么她是一名早产儿 患有多重疾病 从出生开始到现在 她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呼吸 12年来都带着呼吸器 她很想上学 但是紧步一下 全部瘫痪 她躺在床上不肯放弃 利用在家教育 用网络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而今天 克服了万难 她终于到了学校 看到了她的同学 这是她这辈子的第一次 12岁的惠莲来到学校 虽然是坐在轮椅上 她瘫痪动不了 但是她还是相当的高兴 童年的小孩早就上了好多年的学 这可是她第一次到学校 看到了平常只能在网络上见面的同学 尤其是最爱逗她笑的班长 小哥 谢谢老师 谢谢同学 小长 小哥 坏人因为早产造成多重病变 在半个月大时就必须靠着呼吸器维生 八岁时再因为感冒 颈部一下全部瘫痪 让她只能躺在床上 照顾她的父母看见女儿的天地 只剩下了病床 真的万分心疼 人生难得 既然有这个姻缘来做人的话 先天我们已经给她不好的条件 我就是希望后天我能够给予她 我尽量能够去帮助的 我尽量给予 我常常跟妈妈讲说 看到惠莲 其实就好像看到一尊菩萨 在试试给我们看 藉由网络事序 惠莲可以在家接受教育和同学互斗 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没办法这样 虽然惠莲的天地 只在小小的病床上 不过她把每一天 都当成最美好的一天来过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也颁给她热爱生命奖章 因为她是挑战生命极限的 瘫痪天使 东森新闻吴瑞欣 嘉宜报道